嗨,我是威靈,歡迎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把鈴鐺打開,隨時看到我最新的影片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多肉植物的死亡原因之一 就是戒殼蟲 好,首先我們來介紹一下 什麼是戒殼蟲 來,我們來放大一下 好,我們可以看到上面這些 白色的不明物體,就是戒殼蟲 它還在動 是火的 好,我們看到這一隻在走路 這隻在走路 有耶,我沒發現 它在走路 這種蟲專門吃植物 很多植物都會染上這種蟲 如果你不把它處理的話 它就會讓這個植物死掉 可是還好這個品種實在太強大了 這個 這個品種它 它叫白鳳 我是大概去年的時候把它砍下來 到現在都還沒種下去 我是要試驗一下它到底能撐多久 想到它還活著 這隻它的腳還在動 還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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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搓搓搓 還在動 這顆 這顆上面也有 這顆上面有 這是高砂之翁 這裡有 這顆也是高砂 它上面也有一兩隻 這原本都長得蠻大的 大概都滿盆的 但是夏天介殼蟲的關係就會把它吃掉 看一下盆子上面有一隻小螞蟻 螞蟻是來找介殼蟲的 它會把它吃掉 像這一顆它原本也是長到滿盆的 可是就是蟲害的關係 被搞成這樣 剩下沒幾片葉子 這上面的蟲躲在這裡面 來進卡一下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白色的 如果你都一直不處理的話 蟲害你不把它處理的話 你可能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整顆會變這樣 把它掀開看一下 好注意看一下有沒有它躲在這裡 蠻多蟲的 這顆還沒有咬到全屎 但是它的中心雅點快要屎翹翹了 超灰搭的 好 好 好 這隻已經跑來這裡 你要跑去哪 想 想壞壞 你要跑去哪 好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救呢 有齁 好 你可以 去 農藥行 買到這一包 叫討進酒 這一包大概是300塊 好 看一下後面 好 它 很多植物都可以用 如果你去 指定要討進酒的話 老闆應該會直接問你說 你是不是種多肉植物 因為大部分都是 多肉植物才會買這一包 它叫討進酒 掛號賽樹庵 這個東西有很多名稱 有可能叫討進酒 有可能叫賽樹庵 要怎麼用呢 大約是西式2000倍 2000倍 我們就來把它加到水裡面 好 我們來把它拆開 看一下裡面的 這樣子 它是成這個狀態 一粒一粒的狀態 我們來把它 舀一湯匙出來 看一下 這跟我之前買的又不太一樣 之前買的顆粒比較大 就是買的顆粒比較小 可能這樣子比較好溶解吧 好 我們就直接把它倒到水裡面去 準備 大開殺戒 好 把它稍微 搖均勻一下 這個是氣壓式的 所以 要把它 打一點氣 然後 然後 就 CS角度 好 對準你的植物 噴下去 好 開槍 好 有些人會把它 直接 混在那個 戒指裡面 這樣也是可以 預防 長 戒殼蟲 然後你噴的時候 把它噴在土裡也可以 植物 吸收了之後 蟲 吃了植物之後 自動會死掉 自動會死掉 每一顆都把它噴一下 開槍 咻咻咻咻 打打打打 去死吧 夜可抽 好 沒氣 再打一下 好 欸 吃了 噴一下 這樣它就會死翹翹 好 是蟲蟲死翹翹的 不是植物死翹翹 好 吃死吧 大 殺殺殺殺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上次說 嗯 原本這次是要教大家 夜夫 但是因為 夜夫需要一段時間 我想要拍它整個過程 所以請大家期待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 加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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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